其實有時師傅教大樂 點心做好隔夜 隔夜怕酒味 所以將點心的調味落得很重 大鹹大甜 以前的酒樓 早上起床去喝茶 叫兩棟點心 一早起床 每個人都未開胃 或是味覺沒有那麼敏感 的確是口鞋骨 所以要重點 腸 讓它一入口便感覺到味道 只是習慣 之前政府邀請我出席中環 一個小鹽小糖活動 現在在我們餐廳 有些菜式都提供給客人 我選擇了兩個點心 去做起這個減營鹽糖 就是一個蝦膠 一個蘿蔔糕 都是減了超過15%的鹽 蝦這些講求它的新鮮鮮甜 它需要的調味 的確是不用那麼重 自從蝦膠和蘿蔔糕調低了鹽 之後 也沒有客人說過 投訴說為何會淡了 真的沒有 我會一步一步 慢慢會把一些減鹽、減糖的意思 調去其他的一些點心類型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指出 食物靜悄悄減鹽40至50%後 食客也不會察覺究竟是否真的 我們特別請陪哥分別預備了 沒有減鹽和減鹽40%的蝦餃 找不同食客無法嘗試 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 好像小顆一點 還有兩顆一點 還有兩顆一點 兩顆 好像沒什麼分別 還沒做到五個分別 我們試試有沒有分別 是否蝦不同 還是這個爽口一點 爽口一點 還有好像有一點… 分味甜一點 這個好像比較淡一點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差不多這個也很好吃 其實兩顆都很好吃 差不多 似乎大部分食客都吃不出蝦餃減鹽 其實不少研究都證明 減少食物配方裡面的添加鹽 是不會失去食物美味的感覺 英國雷丁大學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邀請了160位參加者 試飲三款番茄湯 分別是標準版 減了57%鹽的減鹽版 以及加了香草香料的減鹽版 最初參加者對兩款減鹽的湯 喜好明顯下降 但是當他們連續喝了這個湯五天之後 開始對香草香料的減鹽番茄湯 接受到提高 還認為這些湯的含鹽量 和標準湯差不多 證明適量使用香草和香料 去減少使用鹽 是可以提升番茄湯的味道層次 令人口味改變 傳統點心之外 新派點心店一樣很注重減鹽 同時令食物不失美味 中環區就開始很多食肆 或者我們自己的店舖 都會追求一些淡一點 沒那麼濃味的菜 追求這個潮流 最重要是這個潮流 大家都想小鹽、小糖 所以想在食材上新鮮一點 著手來補充鹹味、甜味 小鹽的店心 裡面都是用甘筍、粟米、 脆肉瓜和雞鼻菇 去製作餡 粟米是令它鮮甜一點 而甘筍、脆肉瓜 就是用顏色 讓皮蒸起來透明的時候 色彩繽紛一點 因為它全部都是蔬菜 不需要太過重味 我們以前會用國際筋 可能大家都稱為2-3-5 什麼叫2-3-5呢 其實2代表鹽 3代表雞粉 5代表糖 我們現在新派 都盡量用1、2、3去製作 1是鹽、2是雞粉 或者3就是糖 所以比以前的鹽分少了一大半 由2至1 糧菜 這個就沒有鹽在裡面 我們純粹就用鮮橙 炸醬汁 我們就把冬瓜切了條 拿去浸在橙汁裡面 我們用一些比較天然 和有香味的食材去製作 一些我送菜 因為它的鹽分都會很霸道 少了鹽 當然會吃出原先食材的口味 很多人以為 減鹽後食物會沒有味 在最初減鹽的階段 可能是真的 因為人的味覺 需要一些時間 去適應低鹽食物 當習慣之後 人感受到的味道範圍 就會更廣闊 更加能夠享受到食物的味道 我們是怎樣吃到鹹味的呢 鹽是指一種叫做綠化鈉的化合物 當我們把鹽放入口 鹽就會被口水溶解 釋放出鈉梨子和綠梨子 而當這些鈉梨子進入條理上 特定味覺細胞的鈉梨子通道 就會刺激到下一級神經元 神經訊號傳遞到中樞 產生咸味的感覺 一般來說 食鹽當中有40%是鈉 即是說每吃5克食鹽 就吃了2000毫克的鈉 而從加工及預製食物中 含鈉防腐劑和調味料 所攝入的鈉份量 可能遠高於煮食時所用的食鹽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 大部分地區的人 由食物中攝取鹽的份量 有70至80%是來自加工或餐廳的食物 所以想吃少一點鈉 不僅要加少一點鹽 還要吃少一點加工食物 你吃鹹魚 以前我自己吃東西 真的淡一點 鹹魚也要加豉油 我吃濃味 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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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由飲湯開始慢慢調 調到炒菜 甚至乎在家裡吃的飯菜 都已經慢慢調淡了 這個過程真的很多年 起碼都七八年了 飲食習慣很難一下子去調 如果你想慢慢調味口味 習慣清淡的話 我建議大家 由習慣吃新鮮食材 慢慢變成習慣 比較容易接受口味改變 湯水比較容易 夠料夠材料 食材好 豬肉湯 買新鮮的豬肉回來 真的甜 有些鮮甜味 怎麼需要太重的甜味 到時檢查身體的時候 他說厲害了 有進步了 這些已經是很好的結果 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應攝取少於二千毫克鯊 即是略少於一瓶茶匙的食鹽 年紀越小 所需的鯊也越少 例如四至六歲幼兒 每天的鯊攝入量 就應該少於一千二百毫克 即是大約半茶匙的鹽 很多證據指出 兒童時期血壓水平較高 和成年時幻想與血壓有關的 心血管疾病有關聯 所以幫助兒童建立良好飲食習慣 減少鯊攝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腎臟 透過將血液內的水分排走 以調節血壓 但是如果太多鯊 身體就會增加血管內的水分含量 造成高血壓 導致血管壁增厚 這樣血壓就會進一步提高 令流入其他內臟的血液減少 增加患冠心病 心臟衰竭 中風和慢性腎衰竭等等的風險 而過量進食鹽葉食物 可能會增加患上胃癌的風險 有些人對鯊特別敏感 身體容易積存鯊 患上高血壓的風險就會更高 在2010年 估計全球165萬宗 心血管疾病死亡個案中 每10宗死亡個案 就約有一宗 是因為涉入鈉過多而治 不想不小心吃多了鹽可以怎樣 全港已經有很多間小鹽食肆 度身訂造了減鹽菜式 外出吃飯 認住這個標誌 找小鹽小糖食肆吧